他自己的战略變來變去 你就回想他一開始的時候跟你講說什麼 講說台灣需要一個很棒的CEO 給我30天我給你台灣願景 你搞到最後變成台灣還不行啊 你自己的人設跑了多少嗎 那你這個打法怎麼會對呢 最早郭台銘4月5號的時候他講說 如果我民調輸給郭友宜 然後我就不那個 後來國民黨中央講說 民調不是唯一的依據 然後郭台銘後來也不太明 台銘調這兩個字 這件事情當初是為了郭台銘好 國民黨的意思是說好我們不談民調 如果你的你的爆發力強的話 你真的讓我們大家看了個趨勢 你就算民調到時候沒有追上 也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在當時不談民調這件事 是為了郭台銘兩聲定做的 不是為了何有儀 以郭台銘何有儀的狀況 就是不管誰勝誰負 你真的攤一份民調在前面 告訴大家說你們兩個輸多少 對彼此來講都很難看 你說國民黨原本的狀況就是希望不要破 他原本就是為了釋還折焉 你說國民黨一開始 就是說就是侯友儀沒有郭台銘 我覺得這樣的講法不盡公平 但是問題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大概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會發現說你郭台銘好像衝不上去 因為其實我們看過去兩個月 郭台銘弄得很熱鬧 但是其實你從民調來看的話 大概是沒衝上去的 但問題是他策略錯 就是說他自己的戰略變來變去 我覺得跟他身邊人變來變去有關係 你去回想他一開始的時候跟你講說什麼 講說台灣需要一個很棒的CEO 給我30天我給你台灣願景 你搞到最後變成台灣阿弥 你自己的人設跑了多少 那你這個打法怎麼會對呢 你怎麼會去想到去用陸軍打 你本來應該打空軍的人 只有30天 你去打陸軍 然後這些議長們 地方議員的形象又不是多好 就是你自己人設出來 他自己跑掉了 他自己不知道 而且BNT其實是無形插流 他講BNT只是原本 如果總統府跟李大維 發一個討論就沒有 是民進黨假猴嘛 非要丟一個文件出來說 你看我們並沒有這樣 結果變成大吵特吵 所有人都跳進來把那個事情吵大了 而且最後證明就是說 民進黨那一份東西就是郭台銘給民進黨政府的 你拿他給你的東西出來打 出來打他不是莫名其妙嗎 那所以那件事情他也是無形插流打中 他如果真的一路打中 他不會是長成這個樣子 如果說是現在狀況我們講看起來是不好 如果是侯友宜書 他跟朱立倫七三開 侯友宜你要單百分之七十 問題是如果提名郭台銘書的 那朱立倫可能就是也是七三開 但是可能七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應該 就他責任就大 朱立倫應該沒有那麼有尬詞 尤其是在一個情況不好的情況下 如果說你們現在每個民調都是贏的情況下 當然可以 但是輸的情況 看起來民調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下 如果我是朱 我沒有一點勇氣跟擔當 我明明知道提侯 輸的機率很高的話 我還提他 我幹嘛要寫一個敗選方程式呢 問題是 沒人了 不是 兩個人狀況都不好啊 你今天不是說郭是勝選方式 郭現在的狀況就 之所以沒有辦法被提名 就是說 因為他沒有證明他是勝選方程式 你證明侯耳是被選方程式沒有用 因為你可能也是 你郭台銘已經是一個外卡了 你再去跟柯文哲配 國民黨剩下什麼東西 這個先天上面我覺得 這個在郭台銘參加遊戲的時候就應該 就知道這件事情 除非你說你能夠拿出什麼其他條件 讓柯文哲退選 可是你到目前為止 你跟柯文哲之間的狀況好像也看不到 柯文哲還是講99.99 如果不是猴呢 如果不是郭呢 我們設想這兩個可能性 我覺得國民黨立委的不安會非常非常高 那郭他就要很快拿出一套方案來告訴大家說 我會怎樣選去 因為其實這兩個人都沒有拿出方案來 你到底要代值參選 還是實質參選 國民黨立委沒有搞得很清楚 大家都只能猜 目前看起來是代值參選 但是代值參選是一個非常不理想的狀況 因為你現在看到各方民調 大概他新北的跌幅都是 很深的 原超過其他地方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已經變成一個包袱 不是你的資產 如果是你郭台銘出現 那我覺得他要快速地去重組他的團隊 你的聯繫聯絡 中國各方面通通都要改變 然後包括幾個大的縣市首長 他要在最快的時間內把它看完 聽完他們的意見 因為其實這場選舉是他們在主導 立委的部分 我一定要去想清楚 這場選舉會是小雞抬母雞 不是母雞抬小雞 如果國民黨立委選得不好 你總統一定不會好